香港演員梁朝偉他寫下新的紀錄 拿下第80屆威尼斯影展的終身成就獎 就是第一位獲得這項殊榮的華人演員 梁朝偉紅了30年 但他有個小秘密 他跟很多香港藝人一樣 非常賭幸已經過世的泰國白龍王 加分據說他是白龍王的乾兒子 而當年他去拜白龍王 白龍王跟他說了三句話 讓他30年終身受用 到現在人氣還是居高不墜 大家會提到梁朝偉都知道 他演技非常好 然後非常的帥 然後眼神非常的憂鬱 而且光是這樣對看就很有戲 所以在他身上 影帝始終是他的光環 當然他自身的努力 再加上有一個神秘的高人指點 造就了他今天非常非常的成就 獲得了華人第一個 去拿到了威尼斯的終身成就獎 這個算是一個在演藝圈當中 演員最崇高的地位 就是威尼斯的終身成就獎 而且他是華人第一個 那麼大家就去問他說 你有沒有一個師傅 老師給你從旁指點 他說有 而且這個人還是他的乾爹 也就是在泰國的白龍王 據說白龍王給他了三句話 而這三句話他終身受用 這三句話大家看完之後會覺得說 好像有講跟沒講一樣 他到底講哪一句我們講一下 笑容多一點要微笑 話說的慢一點要清楚 脾氣好一點要人和 看起來好像是你家的隔壁鄰居 或是你的好朋友也會這樣跟你說 媽媽也常會這樣講 也會這樣提點你 但你要聽進去 對 所以就是做到非常難 所以梁朝偉就是做到了 所以有今天這樣的師傅 一路提點他之後有了今天的成就 而梁朝偉說他為什麼會這麼賭信白龍王 其實是有原因的 有一次他去拜見白龍王 白龍王給他指示 他跟梁朝偉說 如果你要拍跳樓的戲 千萬不要親自上陣 那梁朝偉一頭霧水 我又還沒接到這種跳樓的戲 那為什麼白龍王這樣跟我說 但是他放在心裡面了 接著他還真的接到了一部電影 而且在電影裡面當中 他真的要去拍一場要跳樓的戲 導演跟他說你必須要親自上陣 那梁朝偉有警戒白龍王給他的提醒 他說不行 我不能夠去拍跳樓的戲 那導演沒有辦法 只好去找一個替身 結果替身就在拍戲的當中 跳樓的畫面他真的受傷了 還好少替身 是 所以梁朝偉就非常非常地賭信白龍王 從此之後有遇到困難 有要抉擇的 要不要拍這部戲 都會先去請教他的師父 也是他的乾爹白龍王 那麼自己信了之後 當然旁邊的老婆 愛人也會想要把他帶去給白龍王指點 結果就帶著劉嘉玲 要去見白龍王 請白龍王也給他加持 結果據說有一次 梁朝偉跟劉嘉玲 一起要進到了白龍王的寺廟門口的時候 旁邊的工作人員就跟他說了 白龍王指示 帶他旁邊男生進來 女生不能進來 那就很奇怪了 不讓劉嘉玲進去 是 所以劉嘉玲他就一個人在門外 梁朝偉進去了 那麼之後梁朝偉其實陸陸續續 帶了他四次要去見白龍王 但是四次白龍王都是拒見的 據說白龍王是覺得說 梁朝偉拜他當乾爹 我回想一下 基本上香港爆紅的藝人 幾乎都有去拜過白龍王 他到底厲害在哪邊 而且非常奇怪的是 大家提到白龍王是在 比如說香港 比如說新加坡 或者是馬來西亞 不是東南亞 對 還有台灣 但是在泰國沒有人知道白龍王 而且連他泰國不紅嗎 他死的時候發布的死訊 泰國是連一篇文字報道都沒有的 很奇怪 那我們就來看看一下 這個白龍王到底是誰 其實他本名叫做周青南 然後他是一個泰國的華裔少年 所以他會講泰文 也會講中文 那麼華語也非常的好 有一天他在國動的時候 當年13歲他去做夢 他在夢裡面夢到了一個老人 自稱是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旁邊有一條白龍 有一條白色的龍 那麼就幫這個周青南開了天眼 那一場夢醒來之後 這個周青南覺得他已經開了天眼 他可以知道很多過去的事 以及即將要發生的未來的事情 但是在國動的時候 他沒有接到任務 所以還沒有去幫人家 做一些開這個技術的事情 但是到了40歲的那一年 周青南又做了一次這樣的一個夢 夢裡面是彩色的 40歲那一次的夢醒來之後 他就開始自稱 他自己是白龍王的轉世 也是白龍王的代言人 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自己講嘛 大家不見得會信 有一個泰國的富商 他因為工作上面有一點點失意 碰到了一些難題 卡關了 怎麼辦呢 攸關到這個公司會不會倒閉 自己人生會不會跌進谷底 於是他聽說泰國有一個白龍王 他就去拜了 好像算命算得不錯 很準 沒錯 而且為什麼會準 為什麼其他人會知道 因為這個富商去問問白龍王之後 他真的事業一路起飛 起飛到後來出錢 幫白龍王在泰國 蓋了一間白龍王的廟 就是大家去的那個白龍王廟 就是這個富商幫他出錢蓋的 沒有錯 那大家會想說 那真的是有賺錢 他才會拿錢出來 幫白龍王蓋廟 好 再來我們就說了 為什麼他會在香港 這麼樣的一個有名 其實要說到這個相識兄弟了 相識兄弟在演藝圈當中 這個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拍電影公司也拍戲 沒錯 包括了像是這個 賭神系列的電影 桃雪未龍的電影 都是這個相識兄弟裡面所出品的 那當然除了相識兄弟之外 還有包括了這個林建月 林建月也是這個演藝圈的大佬 裡頭包括林建月 最有名的一部電影 叫做吳間道 包括梁朝偉 包括劉德華 都是在裡面演的 那這個林建月當時要開拍 這個吳間道的時候 有一個傳奇故事 當時他也是非常賭信 這個白龍王的 那這個林建月就到泰國去 請了白龍王到香港來 說白龍王師傅 我們現在有一部電影要開拍了 當時的電影的名字 叫做這個 這個吳間使者 白龍王一看 不行啊 這四個字聽起來 就不太吉利 要改成吳間道才可以 吳間道 是 所以這個吳間道的名字呢 是白龍王改過的 爆紅啊 對啊 包括開鏡地點 對 還有良辰即時 在哪裡開鏡等等的 都聽從了白龍王的指示之後呢 哇 不得了了 吳間道呢 一上市之後呢 不只是口碑好 票房也好啊 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林建月的電影公司當中呢 最賣座的一部電影 也是香港電影當中的經典之作啦 是 沒有錯 那麼呢 在香港爆紅之後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不只是藝人喔 還有包括了信眾啊 一般的老百姓呢 也會想要去拜白龍王 但是喔 要拜白龍王 其實有很多的關卡的 它是有分層級的 由第一級到第五級喔 因為要見白龍王的信眾 實在是太多了 每一個人要來見的話呢 可能時間會不夠用 所以它有分成五級 那我們先從第五級開始看 可能是 可能是依照這個虔誠的程度啦 因為人真的太多 第五級呢 是由白龍王的弟子 去發一些 可以赤福給你的 這個甜點啦 或者是水果 第四級呢 是用葉子沾剩水 然後呢 去灑在信徒的頭上 感覺像是幫他 可以驅走一些煤氣 第三級 可以見到白龍王了 可以見到本人了 對 它會在自己的手臂上面滴蠟 然後讓信徒去用手刮下來 當然一般人 外人不知道 這個儀式能夠做什麼 但是據說呢 就是幫信徒能夠 去除一些煤氣 招來一些好運 那麼第二級呢 會用朱砂 然後呢 蓋在頭上 再用這個蠟燭啊 白龍王呢 會在蠟燭上面繞圈圈 也是一樣啦 在頭上繞圈圈 對 幫他做刺服 那麼第一級 最高級的 這也是我們常常會在一些照片上面看到的 對 很多藝人 對 做的這個儀式 是 沒有錯 就是白龍王呢 會用一些上香啦 等等的 然後呢 藝人呢 就會這個 扣響頭 接著白龍王呢 就會用手 這個 按在這個藝人的頭上 我們看畫面就像這樣對不對 對 用蠟燭繞圈 對 繞圈圈 然後呢 吹一個煙霧吐向他 對 感覺好運啊 福氣啊 都在這個藝人身上 那麼大家知道呢 其實在白龍王還有一個轉運大法 這是非常非常的特殊的 有一次呢 這個香港的這個導演王金啊 就去求見了白龍王說 能不能讓我更有錢一點啊 他已經很有錢了耶 再更有錢嘛 不嫌多啊 那麼呢 白龍王呢 就在這個 王金的肚皮上面啊 寫上了一個大大的材字啊 這有用嗎 你說他後來有不有錢 有錢有錢 有錢啊 電影賣又賣座 每一部都大賣 賣座嘛 連他自己也非常的有名 再來還有一個女藝人 當年他沒有爆紅 人氣嘛 桃花韻嘛 也都不是很OK 這個女藝人叫做舒淇 舒淇 她也非常非常賭信白龍王的 她去接見了白龍王之後呢 白龍王就開始拿香 點燃之後呢 就用這個香 去拍打舒淇的肩膀啦 頭啦 還有這個身上的部位 據說白龍王是透過用香去驅打 能夠讓舒淇能夠趕走一些霉運 而且也在當時 舒淇說我的桃花韻都不好 然後我也沒有觀眾緣 那這個白龍王這樣驅打之後呢 就把他的這些霉運啊 隨運都打走 有了人緣 有了桃花韻才會有什麼 才會有觀眾緣嘛 你的作品才會有人看啊 果不其然拜完之後 果然現在舒淇也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但是我們要說到很奇怪了 為什麼在泰國沒人聽過白龍王 對啊 因為白龍王在2013年故事的時候 在華人圈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迴響 但是加芬 泰國人難道不信他嗎 因為你看到我們以上所有的這些 故事案例 都是很有名的藝人 包括梁朝偉獲得了 威尼斯終生成就獎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我們剛剛提到的藝人 不是香港的 台灣的 東南亞的 對 很多嘛 還有包括劉德華也是他的這個 周星馳也是 周潤發全部都是白龍王的信徒 都是一些東南亞的 香港這些的明星 都沒有聽到泰國的明星 所以有可能一說是說 因為這些藝人 都是在東南亞這些地區發光發熱 所以有可能 還有包括了這個泰國的裡頭的 這個報紙報章雜誌的媒體 據說白龍王死掉的當天 他有跟那個裡頭泰國的報社說 這是大事耶 結果他回頭一看 沒有人認為這是一件大事 沒有人要報道這件事情 台灣做很大 大家根本不知道白龍王是誰 所以在泰國 大家會覺得說這是一個默默無迷 根本沒有人知道的誰 重案 懸案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失誤網 真相不漏網